你奶奶在那邊洗洗碗跟洗衣服的女的體驗 我覺得你可以多講一下你奶奶在那邊洗洗碗跟洗衣服的女的體驗 就是 要怎麼說呢 就是 我們帶一條水溝 因為他們以前就是奶奶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出生那個時候 水的資源應該也不是非常發達就是 不會用什麼字來水啦 就是他們什麼洗洗菜啊洗什麼東西 全部通通都是洗衣服什麼的通通都沒有洗衣機什麼的 完全跟我們現在的生活完全是不同的 他們都是他們所有用水的都是靠那一個幫浦來那個幫助 幫浦來幫他們抽地下水 然後他們所有的東西通通都送那個用的 那條水溝算是從日本那條那個幫浦啊 應該算是跟我爸爸他們小時候的那種兒時記憶 我從小就在匯好聖購一代的這些水準啊 或是大牌啊 當時的大牌也都是很有生態的大牌 那兩邊都有子摘 那從小呢在西邊在河邊抓毛蟹抓各種魚類 然後西邊的野薑花還有鍋貓蕨類採回家當野菜 我們以前沒有游泳池 所以我們學游泳基本上都在河川裡面學游泳 那我曾經以為在河裡面這樣游泳 我以為我自己會游泳 然後有一次到南洋溪很大的那個踩不到底的一個水潭 就直接跳下去 我以為我會游泳 結果跳下去才發現自己不會游 拼命的往上爬才爬起來 然後我爸爸說他小時候啊 就是在玩水的時候 就快去玩水 然後有一次他就很高興去下去游泳 結果沒想到有漩渦 後來是他就是救命 然後就他的就是他的朋友 還是他的兄弟姐妹就把 趕快把他拉起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我們現在很少這樣子的一個生活和活動 而且那個跑個人之後你的手會養一整天喔 一整天 因為老師50歲了嘛 所以這個落差一定是顯然是一定非常大的 我小時候呢 那個我家後面那條溪的水 那個小河的水 到上面那裡有一個小水壩 那小水壩的水就會到過 到我們小時候的胸部這邊 那你就可以在那邊學游泳 我游泳就在那邊學會的 那時候水乾淨到我們可以玩水底爭霸戰什麼呢 就是一個人撿一塊特別的石頭丟到水裡面去 其他的人全部都潛進去 看誰先搶到那一個石頭 也就是說那水乾淨到你眼睛張開是可以看到的東西 然後你眼睛不會不舒服的 對 我覺得 能夠去更接觸大自然 像爸爸所說的那樣子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天我們跟著當地民宿的老闆娘到了大湖溪的源頭之一百年水寸 那裡的水又冰又透明 看起來真的非常原始 這裡是槍蓮皮 這裡是槍蓮皮 它的水質乾淨 它的水深度到胸口 然後卻都能夠看得見底 而且水非常的冰涼 非常的舒服 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被那樣子的乾淨水質給嚇著了 夏日我們和朋友一起到大湖溪的上游和大湖溪 每個人都對這裡的天然生態而驚艷 有些則是在回憶過往的經驗 而有感而發的發出讚嘆 我們大家都是第一次到達大湖溪和大湖溪的上游 大家都有一股莫名的溪份 都摸摸 吸摸摸 覺得水 風 樹葉 花朵都好新奇 對 你之前在水裡面有看到什麼魚或什麼蝦子 蝦 絕對都沒問題 尤其是在比較圓頭 就是我們百年水順頭的前段的部分 其實來大家都會講這邊有個百年水順 然後有山豬 有迷虹 因為牠太原始了 所以牠的生態其實保護得蠻好的一點 我喜歡這條溪 因為這條溪 感覺非常的原始 它保留很多很原始的東西 像有綠色的隧道啊 然後野生的水草啊 還有野薑花啊 甚至還有連霧 野生的連霧都有 然後這裡面的水紋 算是非常的平穩 所以感覺一直在平常的游泳池 我會感覺到冰涼 大葉這邊來吃菜 你在這邊 會有翠鳥 沒有 好喔 在那個土岸土草 在上德橋的南方 其實那邊是還沒有被整治過的大呼吸 可是在上德橋的北上就是被整治過了 而在沒整治過這裡 算是大呼吸的下游 下游的水相對於上游 其實就比較深 比較危險 而且水流變得很快 但是旁邊還蠻特別的 有類似銅錢草啊 還有空心菜 之前去那邊的時候 在走在河道上 其實就好像快要被水沖走一樣 腳完全都沒有站的能力 去年的11月開始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會知道水利署核酸局 有一個水利工程的整治計畫 那它的地點就是在我們現在下面看到的這條大呼吸 那大呼吸本來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這條溪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本來也是不太了解這條溪 可是知道說這條溪它就隱藏在鄉野樹林之間 因為沒有路可以進去 那知道政府單位河川局要整治這條溪 我就有點好奇 所以就有一次就帶著朋友說 我們進來看看這條溪是長什麼樣子 那當我們進來到這條溪 觀察了解 找了很多資料以後發現說這條溪的生態 人文的資料非常的豐富 那這條溪如果 按照河川局他們的方式要整治的話 那現在的很多的文史的遺跡 還有很多的非常豐富的生態可能都會被毀掉 所以我們就覺得好像要為這條大呼吸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找了一些NPO的朋友 我們就開始討論看看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來拯救這條大呼吸 大概是這樣 小時候的環境就是這樣的生態 就是有那麼多的瑜伽線 然後水岸邊有那麼多的植栽 那這一些呢 變成了我們的童年畫面 是我們跟大地連結的一個點 所以我們對我們的土地是有情感的 因為這些生態 那因為我們的這些接觸 讓我們對土地有情感 一月底 西西聯盟會長康芳明 就已經帶著專家 大家朋友和那層國中小的學生 用獨木舟還有漂流用具 漂流了整條大呼吸 沿路就會有人介紹大呼吸的懂植物 希望能夠讓大家更了解大呼吸 希望能夠讓大家更了解大呼吸 在暑假七月的時候 停舞老師帶著我們和學弟妹 還有帶著兩艘船 也到了大呼吸漂流 沿路的時候 大家都很樂在其中 都覺得在這樣子的環境裡很舒服 飄過來的是陳雲沖 一個人開始他要飄的時候 一直很害怕會撞到東西 但是飄一兩次過後就不怕了 反而覺得很舒服 然後接下來再過來的是香Q饅頭 那時候他好像也就是有點害怕 但是很享受 因為他們好像覺得看著天空 看著樹 看著綠色的東西 都覺得很舒服 好,很昇� 真的嗎? 可以看到 翔翔的水 一 哪里來未來 那邊沒有 到那邊 剛剛你們下來那裡 那邊 手這樣均勻 來 靠一 雙菜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看 在這裡有蓮霧樹 野薑花 竹林 釣魚翁 魚蝦 蟹都有 景色很美 很原始 可是在這樣子的環境裡 我們看到的卻是 死魚和塑膠製品 污水 廢棄的魚網 廢棄的麻布袋 最後網子裡竟然還有死魚 好可怕 真是 令人不敢相信 所以它可以講香魚尋龍魚 會和大湖西的源頭 百年水俊 和槍蓮皮 離大湖西只不過兩三百公尺 水質卻是有些差距的 槍蓮皮的水質 乾淨 清澈 看得見底 然而大湖西的水質 卻顯得有些污濁 其實這都是因為家庭污水 和養豬畜牧葉 所帶來的廢水造成的問題 回到大湖西的上游 鼻仔頭 發現有兩條溪 匯集在 鼻仔頭公園 往下流往大湖西 一條是沿山而來的小溪 清澈見底 一條是從農莊住家的方向流過來 灰白的顯然是有些污染 而這兩條溪流結合就成了大湖西 整治過的河川 和沒整治過的河川 是差的非常多的 整治過的河川不好爬上岸 深度更深更危險 在那些水泥塊的一旁 是一個又一個很大的漩渦 非常的危險很可怕 我認為沒有整治過的 才是最天然 才是最不危險的溪流 在這個部分可以看到 這個從空拍 可以看到這個 真的是蠻自然的 在那旁邊可以看到 它也有這些菜園之類的 但其實這也是很好 這個 這樣一個景觀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前方 它就是這樣一個住宅區 所以其實 這算是一個大雨式的一個野戲 對 其實做可能不能做得太明目炸彈 因為可能會得到一些 說明的抗肥 尤其是在路 那之後如果我們有需要去那邊看看 可以方便你帶路嗎 你是指水泥 反面水泥 我先走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那你說的是 可是我們比較怕這個季節 這個季節的那個 Third 比較多 還有就是蝴蝶的貓貓蟲 那你的裝備真的要好的東西 大呼吸跟我的童年畫面裡頭的關聯 就是大呼吸目前裡面的狀態 跟我小時候的會好大牌 深溝大牌 七弦大牌 它是很類似的 只是深溝大牌 會好大牌 七弦大牌 它是規模比較小一號 但也沒有太小 那大呼吸是大一點點 可是那個整個生態跟河川的那個灣園 植栽的那個面向是一樣的 所以當我走在大呼吸的那個河道裡面在走的時候 我整個童年的畫面就會回來 我家門後就有小河 對 所以我從小就是 那小河跟我們家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因為我們就在那邊洗衣服 蒙拉 然後我們小朋友都會去裡面 抓蝦子 抓蝦牛 抓小魚 像那個淡水 吸水裡面最美麗的琴絲 那個叫什麼 高鐵 就是那個 我小時候都叫它彩虹魚 因為它身上就是五彩的顏色 對 那時候我們家後面那條河裡面很多 你常常抓到 所以我常常會在那邊游泳 就是那個水不用很深 可是你就是會趴到 就是人就會整個人趴到那個河床 底下手扶著那個河床 那你就會沿著那個河床這樣子 就是因為那個福利嘛 你就很容易就這樣匍匐前進 然後你會在那邊看到很多 河裡面的生物 其實我本身就很喜歡 水裡面的生物啊 或是 反正我非常喜歡動物植物 還有魚類 那些我都非常的喜歡 所以 當 就是因為我這樣的經驗 當我在看到 西西聯盟的夥伴 他們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曾經想說 我就會想一句話說 只要看到乾淨的水 我就想跳下去 在大家都熱愛環境的情況下 光平老師家的水溝 卻不幸被水泥化了 工程現在還在進行 然後 那條水溝從我出生 它就已經被整治過 那 50年前的整治工程 其實它還是很生態的 所以我 從 生長 在那個地方 看到那條水溝的水質到現在 它其實有一點點的 跟早期比較 已經有一點點污染了 不過即使到現在為止 就在這個工程的前一天 那條水溝裡面還是有毛屑 還是有 有盧曼還是有各種魚類 但 就在前幾天 它 怪手一挖 所以你一倒下去之後 我想以後 很難再有那些 生物在那邊生活 很令人悲傷 我兒時 玩的地方完全沒有了 全部被整治了 然後從大的水準 變成小的灌溉溝 從一條把它分成很多條 所以 也因為完全水泥化了 所以 已經沒有任何生態可言了 上禮拜 就忽然間 無欲緊的就 被水泥化了 它自己都灑了這樣子 那 嗯 看到第一個感覺就是心痛 因為你會想像 有好多生物在裡面 然後在水泥化那一瞬間 它是瞬間就是被殺死的 所以 想到會難過 想說我家後面那個 那個小河的旁邊 還有一個小皮糖 那裡面有釣魚 哇那個 裡面拍那個釣魚 就讓我馬上回到 那個小時候的時空 常常看到 以前的釣魚非常多 就是你可以常常看到 那個釣魚鴻捕魚 那一瞬間 啪然後飛上去 然後就 那種景象就浮現在心裡 比較大這裡的人 都吃這個糕的水 人家 小人家 吃什麼 小米的都吃這個糕的水 大家都很害怕 大虎西人命運 是否會和光平老師家 前面的小水溝一樣 大概長度是450公尺 那怎麼放大呢 放骨在這裡喔 那 主要是因為這邊有藍河液 那 它到時候會改建 所以我們就是 讓出一個時空空間 然後做到這個 這個 這個 45公尺 位置 大 大 大 我叫蘇沙琳 然後目前呢 是在 水利署的 第一核川局工作 好 所以現在就是 有關於大虎西的 治理工程的這個案子嘛 就是 呃 我在 大概是 去年的 呃 去年底知道有這個案子 那在今年初 也就是說 我們預計 其實大概是 108年的3月跟4月 要發包 那 目前因為就是說 呃 在治理的方案上有 大家有一些 嗯 有一些 呃 不同的 一些觀點 所以我們就是 暫緩 為了想要讓這個工程 能夠更完整 能夠更 適合 就是能夠得到 最佳的方案 所以我們 目前這件工程 暫緩 在辦理當中 我們認為 大虎西最重要的 不是防洪 而是需要改善 水污染的問題 如何去還給這條西的 動植物們 一個乾淨的生存環境 水池 水族 還能夠增加 水池 尿泡 黑艄 沐ec 還有水池 那有水池 傷好感冒 再改变 平衡头脑 琼琼的嘴 一百年来美丽 担欧桀 来口起来双菜 打底头早里更三心的嘴嘴 你敢有看见 七菜就显摆过 水面的眼睛 可爱的某些日子 就显摆 琼琼的嘴嘴 驾驾驾遍的山峰 咱轻轻看见 太平山顶的山河草 老鬼吃 河荷若吃 知道感觉 塞在这些的柔和海 风若是采贾的柔和海 河荷若是采贾的柔和海 你每天在柔和海 的柔和海 你每天都在柔和海 都在柔和海 在柔和海 心